那一部作品其實呂敦見很不喜歡 所以把他腰斬了 因為他的名言就是說女人就是要被寵的 然後女性讀者就只要看彈琴帥的東西就好了 你不需要給他什麼 你不需要給他講什麼道理 但反正就是一個在講人生哲理的東西 因為你只要談到人界的佛界的神話的這一區塊 你就不能忽略掉這些人生意理的東西 但當時他就是覺得他不是這麼想的 所以後來反正變腰斬之後 我只是被迫要去畫一些男婚女愛的東西 可是其實也失敗 因為那時候我開始畫戀愛季節 收到讀者的信都是來罵的 因為他們知道我的背景 他們知道我是法律系的 我怎麼可以像 他們認為這叫做商業妥協 其實我也不覺得那是叫商業妥協 但是當你很喜歡的一個東西 而且你喜歡在裡面去製造一些 讓讀者產生人性的一些思考的時候 這樣的東西再跳到戀愛季節 他們會覺得這太跳痛了 因為我沒談過戀愛 我也沒有經歷過那些東西 所以那都是很勉強 所以畫了三冊我就投降了 我就要回去畫新作形式 就是還是結合了新作 打螺牌啦 打螺牌啦 推理的東西啊 你幾年沒有 我1989年進入貿易圈到現在嗎 1989 現在2020年 如果你在進入貿易圈之前沒有交女朋友或男朋友 你進入貿易圈之後大概就死會了啦 因為你 像我的話啦 從一進入就開始連載連載連載 然後你接觸的人除了助手之外就是編輯 所以你根本沒有時間啦 我媽很小 我很小的時候就摔光面 說這個人不適合結婚 對啦 所以 好像一路走來 我都沒有特別去改變這個命運啦 如果有人想要嫁給我的話 他大概只能夠面對的就是電腦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背影 那就是一直在畫圖的那個背影 所以很多冒畫家最後就是 不是取了 嫁給編輯 不能就取了助手 你可以去問問看 幾乎都是這樣子的 那種在冒畫圈滾檔 還能夠有所謂的 遇到百分之百女孩這種小說劇情的話 那你可以確定他真的是精神有問題的啦 喚醒 但是你如果真的經歷過婚姻那些 阿里阿嬤的話 你也當然畫不出純情的東西 那個愛情的漫畫是需要 百分之百人幻想力的啦 你懂嗎 懂 對啊 一旦你經歷那些愛情的酸甜苦辣之後 你就再也畫不出純情的東西了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畫出說 你老公啊 放屁然後又在那邊 隔著內褲在那邊抓屁股這種畫面 你想都想不到 哈哈哈哈 當然你也沒有辦法想像說 你的女朋友在馬桶上面拉肚子或者是在那邊 我就說很難嘛 我用過的所有的助手 大概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 這裡面不是為了因為她的容貌才入取的 而是她的能力啊 所以你就不可能在能力之外找到容貌 真的很漂亮的 來當花瓶也不行啊 你也不能給她薪水啊 那編輯更不用說啦 編輯其實真的沒有幾個 嗯嗯嗯嗯 刪掉 嗯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